台大內科加護病房傳出有醫護人員 將洗腎機器的管線接錯 造成六人身體不適 其中一人死亡 回到台大醫院 詢問病房外護士 仿佛下了封口令 其餘加護病房病患家屬 聽聞消息也都相當驚訝 危機一爆點 疑似因為洗腎機器接管入口 標示不清 床位醫護人員 錯將接RO逆滲透水的孔洞 接到一般自來水 導致六名病患發燒不適 其中一名死亡 這一條是從我們的逆滲透機 然後經過管路 然後引流到這裡 出錯環節就在這條街水管 洗腎機進行透吸前 需要大量水與滲透液混合 才能推動人工腎臟 而這水需要幾乎百分之百 五菌醇水 一把自來水 經過一些過濾 還有母管 把一些大的粒子 把它過濾掉 不過醫師認為 一般洗腎機為固定管線 應該是加護病房 才會出現接管線問題 但引流一般自來水 礦物質以及綠等物質 進入病患體內 恐怕難以排出 消毒液進去溶血 或者是產生所謂自熱源 因為我們的自來水 也許還有一些細菌在 會可能產生發燒的反應 對此台大醫院發出聲明表示 本案已完成檢討 並徹底改正 但因為持續關係 以及因果關係 目前證據顯示 病患死亡與醫療疏失 無相干 但對於案件究竟波及多少病患 死亡的病患 確切死因 具體內容只字不提 如此重大說實 醫療龍頭危機處理 卻是如此 讓人傻眼 謝謝小訊王蕾瑜台報道